由于近年的诈骗犯罪 层出不穷 触手甚至深入 部落地区 导致部分族人财产损失 因此为了减少民众受骗 警政单位寻求 地方宗教团体的协助 举办反诈骗活动 透过教会活动 向信众宣导 杜绝诈骗犯罪的发生 看你也听了一些 信物上有碰到一些 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蛮实用的 这几年来 很多诈骗犯罪的 对信徒 会造成一些困难 甚至也有人真的受骗 反诈骗的宣导 其实对 不管是地方上 对教会 其实都是很好的因果活动 警方也提到 基督宗教信仰 是部落地区的最大宗 而且拥有广大的人际网络 以及固定聚会 如果能够借助 神职人员的宣导 可以有效降低 诈骗案件的发生 通过与宗教团体合作举办 宗旨教换演习 协助各地教会 培训防诈宗旨教官 达成试诈反诈知识 有效杜绝诈骗犯罪的发生 根据统计 去年9月到今年的3月 花莲县诈骗案 共发生356件 逮捕96人 拦阻民众汇款金额 高达3337万元 警方也强调 将会持续举办防诈活动 同时追查上游的首脑犯嫌 贺阻诈骗集团再度犯案 女士新闻人杂老 被查理凤林 财阳报导 财阳报导